弟子出学,现在已有家庭,希望不要孩子,而能真正全心全意为佛法、为众生做事。 但双方父母和丈夫不同意,弟子做法是否违背了弟子规的教诲, 有了孩子是否会影响修行与往生净土。 在净土圣行录里,跟往生专利,妇女往生的人很多,尤其是最近的一年本来。 在往生比例上,妇女占第一位,大多数人都有儿孙的,那由此可知,不妨碍啊。 不妨碍,尤其是现前的这个社会。 小孩都疏忽了圣贤的教育,如果你能够好好的教小孩, 从怀孕的,你自己就能够落实弟子规。 你的小孩将来是圣人,那你的功德可大了。 这个小孩将来不但是永宗要祖啊,他会救国家,救民族,救世界。 那菩萨化神了。 你好好地教他大功德的事情,大好事情。 你要学周朝的三太,中国人称妻子为太太,太太是什么,圣人啊,圣人之母啊,这个要好好学习。 好。